大家好 梁粉三妹子就因为视频中 青梅竹马男朋友事件遭受很多攻击了 归纳起来大概是这样子的 昨天晚上梁粉妹在自己的账号发布视频 适合男朋友的视频就受到很多 粉丝们的攻击因为这件事 梁粉妹的受到各方压力把视频撤了 二胖今天也出视频澄清和梁粉妹关系 出个视频 请跟大家尝信一下 我跟三妹的关系 纯属是那种男女搭档 没有半点 那个情侣男女朋友的关系 我们视频不要游戏太深了 其实关于这个话题现在网络已经 沸沸扬扬了梁粉三妹子也受到各方攻击 昨天晚上也受到很多粉丝评论攻击 还有直播间的攻击说三妹子 现在飘了抛弃二胖了忘恩负义等等 各种各样的说辞也有再加上很多 主播们的推波助澜事件达到空前 所以二胖今天也很及时的出视频 向大家澄清和三妹子之间的关系 其实双方只是合作搭档关系 其实这段时间和梁粉三妹子 确实也让很多人入戏比较深了 看他们的视频就是感觉这是一对 非常恩爱的情侣剧情把人带进去了 很多粉丝网友都是希望二胖和梁粉妹 组成现实的一对 但所有的愿望都被昨天的视频打碎了 所以就造成了这起事件 所以二胖今天也是很及时的向大家 出视频解释了和梁粉三妹子之间的话题 不可否认他们这些日子来配合也很好 受到广大粉丝网友们的喜欢与认可 梁粉妹开的号增加粉丝也非常快 因为喜欢与支持很多人都忘了 这些是他们合作的剧情 确实如二胖说的有些人入戏太深了 入戏太深也说明了这些是铁粉 就是因为他们的维护与喜欢 才会眼里容不下沙子把事件扩大化 经过这件事后梁粉妹还会不会 在出现二胖的视频呢欢迎大家留言 在评论区我会一一回复大家 也希望二胖越来越好今天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玩播